对 是末日 算是末日 啥时候正式结婚呢 03年10月 03年的10月份 我们正式办了婚礼 你是当时已经转业了吗 还没有 我是2013年转的业 所以当君嫂当了10年呢 对 一直也是巨少离多 对 03年结婚 到我13年转业 我们两弟分居整整10年 她在家等了我10年 有小孩了吗 这10年当中 没有 没有 先从05年 05年怀孕的时候 孩子足月 九个队的时候 还有一个礼拜 都生产期了 然后死胎 期待太长 绕着小孩脖子 他自己在里面 动得特别厉害 然后绕着脖子 绕着两周 而是晚上 他也睡着了 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 发现没有太新了 然后这个事 过了之后 然后一直都过不来劲 所以身体紧接着 也垮了 在没有出事之前呢 做产检 都发现他血糖高 当时医生说 生完以后 血糖他自己会降呀 那就生完之后 没降下来吗 当然没降 一直没降 从此以后 药都不离身了 就等于那个时候 就转成糖尿病了是吗 对 糖尿病 然后08年 肾炎都开始了 是糖尿病导致的吗 对 从2011年的6月份 开始透析 一直到透析的今天 发展的时候 透析整整10年了 我一直想为他生个孩子 但是没成 然后又怀了三次 对 然后然后都是自然流产 我觉得对不住他 然后 我总觉得家庭没有个 一个家庭没有希望 就这样 然后12年 要个孩子 12年零养了一个孩子 对对对 现在已经9岁了 9岁半了 对对对 当时我是不同意了 当时因为我们家庭 那里调节点太差 因为教育孩子 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我怕到现在 我们没有了调节 把孩子抚养成财 怕害了孩子 但是我想站到 他那个位置上 考虑 考虑理解 如果是我 我是病人的话 我心里也不踏实 也没有安全感 所以就答应他的要求 对有了这个孩子之后 其实就是一家三口 挺完整的小家庭 对 我们现在之间的关系 不亚于那种 都是势如己出的 对对对 是不是这个时候 站完也转业了 对我是13年转业的 对 那这个生活的经济方面 有没有好一些 因为在转业之前 因为给他看病 我欠了十 十好几万的债 按照我的服役的年限 是可以按照工作的 但是我没有 我放弃了 帮弃了想多拿着 安置着转业费 然后还掉一半的债 然后另一半开了一个小吃店 卖一些麻辣凉面 米饭 面条 盖焦饭 家常的面食 还有一些米线 凉皮 生意怎么样 生意 刚开始不行 不行 对 因为 因为我是通信病出身 我不是吹吹炎 我回来以后 然后就是全是自己摸索的 全自己学 所以您还是厨师 又是老板 又是厨师 对 他也是从每天早上 起床一会儿都跟着我到店里干 一直搞到晚上 有时候我熬夜熬的 又到十一两点 就特别晚 小孩跟着我们一起 虽然是很辛苦 但是一家人在一起 对 这小店也慢慢地稳定下来了 收入也能够养活你们的生活了 反正是每个月 反正是勉强